嗨 大家好 我是苗姐 我又来了 今天教大家勾一款坐垫 上一次的衣服不是勾完了吗 然后手上又闲下来了 闲下来呢 这个人就闲不住 所以又来给我姑娘勾一款坐垫 我姑娘那边书桌上的椅子 找一块坐垫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样我勾已经勾了这么多 拼了这么多了 然后我们继续把那个拼完 首先呢 我要教大家勾一下 怎么勾它的这个单元画片 单元画片我也勾了几块了 还剩这几块 我们来学一下单元画片的勾法 好 现在我们来学一下 单元画片的勾法 我已经连了很多单元画片了 我是要连一个方形的坐垫 然后现在还剩这几个没连 单元画片也挺简单的 总共分成三圈 是一个方形的小的花片 很快就能勾完 第一圈是八个长针 第二圈是八个早合针 第三圈全是长针 只是四个角是两组 两组长针 我们来学一下 拿了个橘色的线 然后绕线两圈 锁一针 锁一针就叫一针了 就叫一针 我们要勾里面这一圈 画个长针 起三个辫子针 一针 锁一针是一针 两针 三针 好 这是一个起立 长针起立 然后再来一个锁针 就是四针 每个长针有一个锁针连接 然后再来一个锁针 好 再一个长针 一共之八个锁针 保持冲 五个蛋 金玉 connected 四列 四列 三针 五蛇 二针 三针 四列 1 2 3 4 5 6 7 还有一个 好 这就是第八个所证 第八个长针 然后锁一针 锁一针 然后就去把这个线圈拉紧 拉里面这个内侧的线圈 再拉这个线头 就可以了 这样嘛 这样处理它就没有 中间就没有动 然后连接 留一针锁针 所以连接到下面这一针 上面这一针 好 这样就是一个圈 第一圈咱们就吃完了 这是第二圈的早合针 八个早合针 每个早合针是由三个长针组成 三针并一针 然后由三个锁针连接 这个地方断线 这个地方断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断线完了下面一圈 八个早合针 大接 大接 一针 这样上来锁一针 也算一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不要三针 两针就够了 两针 然后 你一个长针 值得一半吗 第二个 第三个 然后收针 这就是一个早合针 然后我们由三个锁针连接 一 二 三 好了 够下一个早合针 然后把这个线头带进去 两个 三个 一 二 三 下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一 二 三 一个 两个 三个 一 二 三 一个 三个 三个 一 二 三 三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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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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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二 二 三 三 变着扔 索一扔就是第一扔 一 二 三 一 二 第三个 然后这个角 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还在同一个大洞里面 勾三个长针 一 把线头压进去 把线头绕进去 好 织进去了 这一个角就完成了 然后勾下一个大洞 下一个大洞呢 咱们就织三个长针就行了 勾慢一点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勾慢一点 然后初学者他就看得明白一些 有基础的人一看就懂了 一说就明白了 看都不用看 一 然后我们又是角了啊 我们中间一个 一组三长针 然后呢 我们又到角落了 两个 三个 三个然后三个锁针 二 二 这个真的很好吃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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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 三 好 这一个花片就锅完了 锅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连接 就按这个方法 这几种颜色 你想 你想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啊 你自己随便配 然后我们就把它连接到一块儿 就按这个方法 好 我们现在来连接一片 不同颜色的 连一片红的 首先我们 首先我们要连一个完整 我得示范一个完整的 首先我们再加入一起蒸 锁一针就是一针 三个长针 立一个 三个变子针 立一个长针 一二三 然后再五个锁针 二三四五 一个长针 同一个大洞里面一个长针 然后五个锁针 二三四五 隔一个动 隔一个变子针 隔一个变子针 再隔一个变子针 再隔一个变子针 隔一个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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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这个角落里我们就勾长针 五个锁针 再一个长针 再一个长针 回来 好这个角就勾好了 就跟这个一样了 这样完整的勾一圈下来 好这样就结束了 就这样一段线就可以了 这个结束了以后呢 就勾一个完整的出来以后呢 我们剩下的呢 就用再另外拿一个新的 然后一样的勾法 先走这一趟空边 然后去连 然后把它连起来 用这个B片连接A片 好这样的B片走了一圈空边 这一边还像刚才那样走了一圈 走到这个角落的时候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的时候 我们就要连接A片了 连它的角落这一针 好这相当于是第三个锁针 然后再两个锁针连回来 还是在同一个大洞里面 制一个长针 一二两个锁针 一二连回来 跳一个针目 跳这一个针目 然后到这个针目来 勾一个短针 再一二连过去 一二连回来 跳一个针目 一二连过去 一二连回来 跳一个针目 一二连回来 一 跳这个 下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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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过去 连回来 好 这个又到我们这个 回来的时候到我们这个角落了 到我们这个角落了 对吧 我们叫之长针 一个长针 五个锁针 是吧 应该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两个锁针 然后连它的角 连上面这个角 连A片的角 A片的角 要连在这个连接处 两个角的连接处 交接处 千万不要连到某一个洞里 好 再两个锁针 回来 一个长针 在这个洞里 再两个锁针 你看 我们现在连好这一边 这一边还是活着的 要连上 对吧 一模一样的方法 然后呢 相当于咱们这个四个角 四片的四个角呢 连在一个交叉点 我们在这个地方 每回在交叉点的时候 一定要连在交叉点里头 连角的时候 现在我们这个角 已经连好了 我们就连这个边 连这个洞 一二两个锁针 要过去 过去连A片 对吧 然后再两个锁针 回来 跳一针 一二 两过去 凉过去 回来 跳一针 过去 回来 跳一针 两个锁针 过去 回来 跳一针 然后过去 两个锁针回来 又到这个大洞 一个长针 对吧 然后两个锁针 我们要去连上面这个 脚脚 不能连到洞里 刚才说了 要连着他们这四个的 什么交接点 交叉点 连接点 好了 两个锁针再回来 一个长针在大洞里 一二 相当于这 这四片就连好了 是不是 每个边 然后这边呢 还没有 我们就走空边 走过来 这边不需要连 我们就走空边 走空边就是五个辨子针 都是五个辨子针 一个 一个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弄好了 一 二 三 四 需要柴子刀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最后一个五针钩完了 我们勾在这个辫子身上的第三针 因为它这是一个长针嘛 对吧 相当于 对 那样的东西 这样就结束了 这一块就连好了 断线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按这个方法一片一片的把它给连完 就成了一个坐垫 餐垫都可以 随便你 好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 刚才我教的方法一片一片把它连完 看刚才我又连了一只一片 是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明天视频见 拜拜 爱你么么哒